各位听众 你们好 欢迎你们收听本电台的节目 今天又是我孙伟光 在这些和大家主持《人在澳洲》的讲座 今天我们继续讲《愚人篇》的第三篇 我的题目叫做《愚妄人》 上次我们讲到愚昧 第一次讲到愚蒙 愚蠢是分四级 最初级就是愚蒙 愚蒙即是蒙茶茶 是一个年少无知的 比较天真 但容易被人引诱 容易走错路 走错多几次都错惯了 就进了第二级了 变成愚昧 第二级就是做了些蠢事 即是急功近利 贪一时的冲动 一时的利益 一时的刺激 一时的快感 做一些比较愚蠢的事 譬如去找妓女 或者用一些不正当手快去赚钱 贪一时的利益 去到一个后悔的地步 这是第二级 称其为愚昧 第二级的人经过一个教训 特别是一个大教训 是有得救的 可以恢复智慧的 第二级不好 但是愚昧的人 继续任由自己愚昧下去 就会进入第三级了 就是愚妄 去到愚妄就比较严重得多了 就很难去挽救了 坦白说 所以一个人不能愚昧下去 人生个个都试过做愚昧的事 但是你继续下去就是愚妄 愚妄是什么呢 你看到一个妄字 上面有个死亡的妄 下面有个女字 你看到一个妄字 你就想到它的意思 即是说它的愚昧 已经去到一个狂妄的地步 你就这样看 所以它不一定是个坏人 但是它那种愚昧 去到狂妄了 那个妄字 我们都知道 狂妄老妄 去到一个不理别人怎么看 它都是这样做的 自己还以为很威 这个就叫愚妄 不是捉鱼那个妄 捉鱼那些妄 是愚蠢的愚 和狂妄的妄 我这些字眼全部来自圣经 这四级愚蠢都是来自圣经 圣经的针言 我都要强调 这四个字眼是根据圣经的原文 这样翻译的 不过我再需要提一提 就是说 在中文的一般的圣经 那本和合本 翻译也不是那么一致 原文 希伯来文有四个字 有时这个字 翻译为愚昧 有时翻译为愚梦 翻译也不是那么一致 如果根据原文 这样翻译就会好些 不过有一本新的译本 叫做修订版 它就完全根据原文 你出现这个字 我就用这个中文字来翻译 这样就好些 好了 总之愚蠢也是根据圣经 来到是讲的 用这个字的 大致上都对的 针言里面就用了十几次 愚蠢这个字了 愚昧就用得多些 好了 或者我们比较详细的看一下 愚蠢是一回什么事 愚蠢也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我称其为 愚众寡合 众即是大众 愚众寡 寡即是很少 寡人 寡言寡语 很少讲话 愚众寡合 很少跟大众是配合的 吻合的 愚众寡合 留意 这是圣经用的 愚众寡合 这里你要留意 我不是说愚众不同 愚众不同 通常是指一个天才 他做的东西 他讲的东西 是愚众不同的 特别聪明的 那些叫愚众不同 一个音乐家 他一奏小提琴 愚众不同的 一般人咒不到的 他咒到的 走得很出色 这叫愚众不同 这人很聪明的 他一讲的东西 就跟其他不同的 特别出色的 特别好口才的 理论特别却悦的 那些叫愚众不同 但这个人就不是了 这种愚妄人 就是愚众寡合 针言怎么讲呢 第十八章 愚众寡合的独自尋求深远 并恼恨一切真智慧 他不是愚众不同 那是愚众寡合 他是独自尋求深远 就是他自己 尋求他自己心里 想讲的东西 想做的东西 这叫独自尋求深远 就是他不理别人怎么看 最紧要就是 并恼恨一切真智慧 他不是智慧 他对一些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会恨的 他见到一个比他聪明的人 比他有智慧的人 他会恨他的 甚至他会避开人 他不会去结交那些 有真智慧的朋友 这种人就有这个问题了 通常我们见到 这些比自己很出色的人 我们自己觉得 唉我攀不走别人 我都没资格和别人交朋友 我自卑 就缩在一角 那当然是不好 最好走去和别人交朋友 跟别人学一下东西 但这种愚妄的人 又不是 他正在恨他们的 正在说坏人的 这个人是靠拖大脚 所以他往往就是与中寡合 其实一个人 他说的东西 或者他做的东西 跟其他人是整天不同的 通常是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独具慰眼 你特别的 其他人都看不到的东西 你看到的 其他人都不会说的 你讲到的 其他人都做不到的东西 你做到的 独具慰眼 如果不是独具慰眼 每次提出的东西 人家又不赞成 和人家又不对 那又怎样呢 就是这种 就是与中寡合 就是这种愚妄的人 你懂不懂这些人 语不经人 世不休 最后讲出来的东西 没人同意的 人家觉得很荒谬 这个就是与中寡合的特点 就是他这些东西很怪谋 圣经称为怪谋 就是古怪 荒谋 圣经称为乖谋 用个乖字 乖不是指弟弟很乖 在中文乖谋 意思是古怪 荒谋 很荒谋的 举个例子 如果你看到那家非法谋 你看这家非法谋 那么好生意 不是因为那个非法谋 认识非法 他的技术很差 他是靠什么 他是靠好人 哄着顾客欢喜 这些就是荒谋 这家餐室 那么多人去 不是因为那些东西好吃 是因为老板懂得搅拌 他经常走出来 和顾客打招呼 你好嘛 阿陈又怎样 阿王又怎样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开餐馆 你做厨师 你煮的东西不好吃 但经常出来和人聊聊天 你这家餐馆多人去 你试一下 哪有这些怪论 这叫怪论 他这个理论很古怪很荒谱 但他自己还以为很威 自己还以为很有智慧 或者问为什么一个人会这样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原因是要自卑 他自卑 他见到人有成就 他自己就没有成就 他就说那些人不行的 他靠出来和顾客打招呼 他不是真的会煮菜 他煮的菜是不行的 那就踩低别人 踩低别人 踩低别人 他应该跟别人学一下 才是踩低别人 他做生意那么成功 他靠托大脚 他靠给黑钱 讲完这些东西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突出自己 他自己自卑 他说些很荒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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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说小小声 一支油淡的 他说的很肯定的 说的很绝对的 如果你一时不懂东西 总之说他很对 但识货的东西 一听就知道他簡直是自卑 他就很荒谬的 这种人他有这个特点 就是古怪荒谬 还有最紧的就是欲众寡合 我千奇为 第二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这种人就是大声粗鲁 因为说他愚蟒 蟒那些人都是老蟒和老蟒的 比较粗鲁的 狂蟒粗鲁的 你不会跟女朋友和男朋友谈情的时候 喂!我爱你! 不会这样的 很细声的 谈情很细声 要不然你听不到 距离得很远就要大声 但我们两个明明很近 为何要这么大声呢 因为我们心理上 我的心和你的心距离很远 所以就要大声 如果我的心和你的心距离很远 就很细声 所以谈情说我是很细声 因为我们的心很近 所以一个大声粗鲁的人 其实是愤怒的 其实心和其他人距离很远 所以他经常都要大声 他经常用种敌意去看其他人 所以他就要大声 另外一个原因为何他要大声 就是他经不起别人反对 老婆反对他也经不起 子女反对他也经不起 如果是个男人的话 女人都有的 有些大声声的女人 什么都大声 他经不起反对 他就要一说句话 就觉得他就是真理了 他说的就是对了 他经不起反对 他就用一个很大声的声音说出来 那他说出来就变得很肯定 很肯定 这件事我买得对的 刚刚我偷他减价的时候我就买了 而且很漂亮的 但到处都买不到的 用一个很大声的说话 那别人就不敢反对他 看到你这么大声 那反对他要做什么 是吧 无谓啦 是他不对 是他妒忌我而已 不是我不对 很大声地说 那别人见你这么大声 那免得跟你吵啦 是吧 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跟你作对 那就免得啦 这个就是个问题了 经不起别人的反对 无法谦卑来听别人的意见 那他就大大声声啦 但是他这么大声有个问题的 他有个结果有个后果 其他人远离他 第二次不要跟他来往 他经常这么大声的说话 这么粗鲁的 他大声得来 他现在是粗鲁的 不是他的声音红厚 不是他有内功的 而是因为他粗鲁的 那别人就会远离他 所以圣经很有趣的 针研那里经常说到 一个大声吵吵的妇人 我宁愿住在一间屋里 不断流水的 我都不跟一个这样的女人住 圣经针研那里经常提到 一个大大声声的 粗鲁的女人 其实我也受不了 如果一个女人大大声声 很粗鲁的 走路又粗鲁 说话又粗鲁 动作又粗鲁 我受不了他 没有什么人受不了他 通常这样的人 是一个很憤怒的人 所以他就会大声粗鲁 这件事是你自己要选择的 你这么大声 那些人就怕了你 那些人将来不跟你说话 又不跟你说真心话 尽量避开你 如果你被逼在家里有个这样的人 大家都会抵制他 不跟他说话 表面上是不出声 或者他就特别大力 那些人就不敢反对他 反对他就恶死了 或者他有些权 其他人不敢反对他 那怎样呢 没有办法 我以前有个老板也是 大大声声的 他一上班 他将整间公司的冷气 都开到尽了 每一间房的冷气都开到尽了 他很早上班 他很大声的 我们每个都上班 我都说老板不用开得这么猛的冷气 我们每个同事都缩了一件 又穿着衣服又生气 他就说 这样才是良爽的 那些顾客才会来的 这个老板就是这样 他往往是大大声声的 我们各个 那你是老板 我们各个要找食 又不想得罪老板 那便遷就他 但是我们每个都远离他 不是很喜欢和他聊天 是吧 那这个就是问题了 他硬硬来 硬粗来 大声粗老 好了 这种渔网的人 就是大声粗老 就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拆位破坏 拆位破坏 你可以想像一个 跟别人不对的人 与众寡合的人 经常有很多谋论 他又大大声粗粗老老 去表达他的谋论 别人无法跟他讲道理 那又怎样呢 最后他就会拆位 拆位了和破坏了一些东西 我又用了圣经的字眼拆位 他拆位了什么呢 第一他拆位合作 如果他的同事和他做事 要一起合作 总之什么都好 你要和他一起合作做一件事 你不预意再和他合作 你就说不要找我了 我不做了 通常是这样的 很多人都怕了他 不再和他合作 或者和他合作 就吵架了 我见过几次了 如果有个这样的人在 其他人就不要 你做了你做了我不做了 一个一个都辞职不做了 特别在一些志愿的团体 很多人就说不要搞我了 你经常都要面对一个这样的人 他不讲道理的人 他拆位合作了 如果他在家庭里面就惨了 很多人都不愿意和他合作了 不如你自己煮饭 我不跟你煮了 煮完饭你就会骂 你自己煮饭了 你自己洗衣服了 这又不对 那又不对 我不会和你去旅行 去旅行 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思 一定要做这样做那样 我们说去看这样 你不要看另外一样 我们说去这间餐室 你不要去那间 而且你又大大声声 大条道理大大声声 这样骂人 那就算了 我们将来不和你去旅行 你自己去吧 我们觉得很没人和你去 拆位了合作 他除了拆位了合作之外 也会拆位友谊 这个很重要 他会弄到没有朋友 因为友谊都被他拆位了 破坏了 你留意这种人通常没有什么朋友 他或者自己以为都有些朋友 其实通常他没有朋友 他很孤单的 因为没有人能让他相信 是吧 是吧 大大声声 那么粗鲁 而且人家总要听他的谋论 一定要按照他的意见去做事 如果不然你的意见是阿甲 我的意见是阿甲 我的意见是阿甲 可以讨论一下 可以平心正讨论 但他经不起别人提出另一个意见 就算我们七个人合作 六个人都说要用阿甲的意见 但你一个人一定说要用越过的意见 而且你有死坚持你的意见 说你这个是对的 说我们盲的 这么简单的都看不到 用粗鲁的字眼说我们盲的 不单止不跟你合作 友谊都没得做 就是朋友都没得做 这样做朋友是没什么意思的 是吧 经常跟你做朋友都被你骂 你一定要跟你的意思去做 是吧 大家说一起出去吃饭 去哪里 可以讨论的 你一定说那间好又漂亮又便宜 我又不喜欢那间 有什么办法呢 将来不跟你出去吃 这就是拆毁了友谊 就是友谊都拆毁了 这种人其实都挺孤单的 挺惨的 最后就是没了朋友的 好了 最弊一个问题就是拆毁家庭 他拆毁了家庭 这是针言第十四章说的 他说一个愚妄的妇人 一个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 他会建立的 一个愚妄的妇人亲自拆毁 一间屋都被你拆毁了 当然不是拆毁了一间屋 意思是拆毁了你的家庭 不一定要离婚的 你离婚当然是拆毁家庭 离婚故意是不好的 我们很不主张离婚 你不需要离婚 你只是愚妄而已 你都可以拆毁你的家庭 家庭幸福就被你断送了 我见过几个家庭有这样的人 不论那个人是男也好是女也好 他去到愚妄这个地步 他就会亲手拆毁家庭 搞到婚姻很不开心 搞到子女也很不开心 如果家里有老人家 搞到老人家也很不开心 当然有些家里的老人家就是这样 又大大声声很粗魯 又去拆毁了家庭 所以这是相当危险的一个阶段 就是愚妄 所以我们人尽管有我们的愚媚 个人都会做些愚蠢的事 但是要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 保持一个就是我不太适合的 我要听别人说的 别人说的东西我要很虚心去听 虽然别人指证我的时候 当然不是太舒服的 但我都要平心静气地去听别人说 否则最后我的愚媚去到第三级 变得愚妄就很糟糕了 就会拆毁关系 拆毁合作 拆毁家庭 我自己是个基督徒 说句坦白的说话 基督徒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 都有的 在教会里面是有的 有些大大声声很不讲道理 还自己以为很对的人 很可惜的 也有的 他们又不可以说他是一个假的基督徒 可能居心都是好的 但是死捞一遍颈 死都说自己对 死都咬生 教会是有的 如果你听我这个节目 你是一个基督徒 我想你都会发出会心微笑 你都会知道教会是有的 或者有人会问 为什麽教会都会有这样的人 无事的 教会是一个公开的地方 人人都可以去的 而且教会是专门容忍一些不讲道理的人 一些不可爱的人 他在其他地方都忍不住他 但教会都可以忍得住他 距离教会都会欢迎的 通常不会趕他走的 教会是一个很包容的地方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人最好不要找他做事 你一旦找他做这样做那样的时候 给他一个权 那就糟了 那就是祸害不淺 所以我在这里 去劝一些办教会的领导人 在教会里面有责任的那些 就是千万不要因为他这种人 比较热心一些 就给他一个责任 给他责任你就死了 你有排搞 你会发现搞到你很头痛的 他经常又伤害这个人 又伤害那个人 又去到哪里都跟人吵架的 你真的要想过了 所以我自己都在教会里面 我尽量不将任何权交给这种人 不找他做任何事 你帮忙搬到桌椅就可以了 一些小小的事就可以了 但是千万不要让他做任何组长 其他有负责任的位置 那就不太好 或者我们要问 这种人有没有希望呢 很坦白说 我看针研看来看去 我就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希望 因为这些是一级级的 你自己选择的 就是人性 我们是要不断的进步的 我们不可以任由自己堕落 由第一级堕落到第二级 又堕落到第三级 去到某一个程度 是没得回头的 我看来看去看针研 我觉得到渔网这个地步 我认为没得回头 起码针研没有说他可以回头 圣经反而怎么说呢 这种人我们要怎么对他呢 圣经说得很清楚 这种人我们要远离他 你不要搞错 圣经要我们爱仇敌 仇敌都好些 我们爱仇敌都可以感化他 他又不是你的仇敌 他就这样大声粗鲁 整天拆毁破坏 他又不是你的仇敌 但你要远离他 圣经说 有些人不可以和他结交 针研22章24节 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 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 好生气暴怒就是这种愚妄的人 生气就是生气 人人都会生气 但他好生气 动一些就生气 那就不要和他结交 暴怒的人他生气得很厉害 突然生气得很厉害 不可以和他来往 为什么呢 因为你和他来往 你不能帮他 最起码浪费时间 而且你不能帮他 最后你还搞到 你和他的关系都非常不好 非常恶劣 为什么要和他来往 所以圣经很有智慧 很实际 这种人是远离他 不要和他来往 好了 各位 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再见 拜拜